日本独迈新闻日前从中共军方高层获得消息 中共将对军队体制进行重大改革 首先成立联合作战指挥部 以改善军队另出多门的弊端 另外目前的七大军区考虑改编为五大战区 并裁军30万 如何解读这一大动作 请看一下的采访报道 独迈的报道说 中国将成立由陆军、海军、空军及第二炮兵 四个军种组成的联合作战司令部 打破了中共以陆军为军队主体的传统框架 中共国防部对英文版的《中国日报》回应说 建立联合作战司令部是资讯时代的基本要求 军方已着手设立联合作战司令部的试点工作 《中国日报》还引述大陆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 副秘书长李清工的话说 相比陆军 中共将进一步增强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的高科技能力 而海军则可能是重中之重 包括增加更多航空母舰 美国中文杂志《中国事务主编》武凡表示 改组军队也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个内容 最终的目的就是把军队管制起来 对外应对国际形势 对内对付诸侯、对付地方政府 同时对付老百姓 武凡指出 大军区和地方政府结合成为大诸侯 不仅腐败 还有可能出现像薄熙来那样策划谋反的行动 武凡还表示 现代军队的发展需要海陆空、海底、太空、网军协同作战 但中共军队长期以来以陆军为主 缺乏战斗力 所以迫使中共需要改组落伍的军队 通过这次改造以后 要把高科技的军事将领要提上来 把整个中国的军队从里里外外进行一次改造 适应于现在的国际形势的需要 应对日本、北韩、菲律宾、越南的挑战 因因故美国要重返亚太 战略再平衡这样一个军事事态 独卖的报道还援引中共官员的话说 五年之内 中国七大军区中将把济南、南京、广州三大军区 改编成三个战区 同时管辖黄海、东海与南海 而剩下的北京、沈阳、兰州和成都军区 将被整编成为两个战区 报道还透露 中共可能将开始新一轮的裁军行动 从目前的230万削减到200万 但旅美中国问题专家实时指出 习近平把七大军区变成五大战区 有削弱徐才后的东北军 和以郭伯雄为首的西北军两大军中势力的意味 这两大势力它都属于江派的势力 东北军所拥有的资源 其实就是沈阳军区 现在沿海的三大军区如果保释不变的话 余下的那四大军区合并的话 沈阳军区就没了 肯定归到北京军区去 兰州军区也很有可能就没了 归到成都军区里面去 因为成都军区它还负责南面和印度 作战的那个任务 实时表示军队是中共掌权的最后王牌 所以中共会极其小心地处理 在习近平彻底掌握军权以前 根本不会动的 可以预见军区的合并 最近一两年还不可能发生 实际上 从中共近期涉及七大军区的 十多名副大军区将领级的调整中 也看到了削弱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苗头 香港明报在总结这次中共军队高级将领 大规模人士调整时指出 目前济南军区再有将领晋升 加上过去两年济南冒起的将领 形成了一股新力量 与多年雄聚军中高层的东北史阳系 以及西北兰州系 俨然形成抗衡之势 继继续